哈啰 你們好 嗨 大家好 那一開始我們先請這個 利寶先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利寶 然後創立這個品牌 已經差不多三年的時間了 然後很開心這次可以跟東販合作 然後出這次的書籍 那阿潘 介紹一下 嗨 我是阿潘 然後其實主要這個品牌最大的規劃者 會是由利寶去負責 然後我的工作比較會算是協助 然後還有一些創意發想 會共同一起去製作的 那你們個人本身背景是什麼 因為這個精油蠟燭 需要一些理工背景嗎 我們其實我們主要背景的話 我們是設計師 所以我們才會除了香氛之外 我們更在意的是一個視覺上的美感 我們希望它是透過視覺跟嗅覺 你都可以有一種雙重的享受這樣 因為我們就發現 市面上的香氛蠟燭 它可能多半是比較著重於香調 那我們是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區分 除了香調之外 然後我們其實在視覺上 也可以讓它多一點裝飾 讓它味道跟上面的裝飾品 是可以做結合的 就是讓它更有設計感就對了 就是單純的只有這個使用這樣子 對 那利寶寅講一下你個人背景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都是從 品牌設計師出身的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 會創立這個品牌是因為三年前 我剛好遭遇就是公司就是有點倒閉 對 倒閉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開始有在想說 如果我除了設計師之外 那我可以做什麼 對 然後剛好就是那時候 我們兩個都一直很喜歡吸香粉類的東西 然後開始去研究出 其實台灣那時候市面上非常少 關於大豆蠟燭這個東西 那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去研究 大豆蠟燭的 它是要怎麼製作 然後香調怎麼出來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很多 因為我們一般對蠟燭的印象是 就是像有一些品牌 其實它是用香精製成的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本身就是 非常嚴重的過敏兒 然後像我就是皮膚會過敏 然後它是氣管不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去研究各種品牌 發現有些真的會非常不舒服 所以之後我有去上一些精油調香的課程這樣子 所以你說會不舒服 是因為可能有些化學成分是不是 像香精的話 其實我如果聞到味道比較重的 我的氣氣管就會不舒服 我就會可能傳 有一點喘不過氣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 它有去上香精類的調香的課 然後也有去上精油類調香的課 然後它都會調完之後 它會拿回來給我試聞 然後我之後聞完 我就會跟他說其實就是某一支 我會覺得那個味道聞起來 我一直舒服的 那我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比較好的 然後他才會跟我說那個其實是用精油調配的 所以我們之後就有再讓他去上 更進階的一些精油調香的課程這樣 你那時候聞是因為這個天然跟這個化學 會讓你反應很明顯嗎 是不是 還蠻明顯的 然後其實我之前就喜歡一些香粉類的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家的OK 但另外一家的我可能它價格比較低 我聞起來會不舒服 然後就所以我們就開始就覺得有點好奇 我們才進而去研究 然後去創立這個品牌這樣 所以等於是三年前開始這個 兩個一起就有這樣創業的一個準備就對了 對然後只是它那個算是我們一個 決定出發的時間點而已 就剛好公司倒閉 可是你那時候工作正常你為什麼要 他非常工作非常的正常 對啊那為什麼要跟他跳下來 因為我們兩個認識很久了 然後既然他想要一起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兩個就一起把這件事完成 因為一個品牌創立 它不可能一個人可以完成 一定會需要另外一個人的協助 然後就說好 那我就是我有空的時間 我就會盡力都會去幫你這樣 所以我們晚上跟假日就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時間 好然後當你們決定要創業的時候 你們怎麼樣開始進行一些市場調查 就是可能也是有一些比較貴的蠟燭 可能是標榜這個香精的香氛的對不對 那你們怎麼樣做出區隔 其實我們蠻特別的是 我們其實我們兩個很喜歡旅行 所以每到一個地方 我們就會開始去找那個地方的特色 對 然後像我們去過日本 韓國 泰國 那些地方的話 其實這三個地點 其實他們的香味都很不一樣 但也跟他們民族性很像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都會 每到一個地方 我們都會買他們的蠟燭回來 然後去試試看 點點看他們的味道是怎麼樣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做了一些市場調查是 我們是先就是 在買了各種品牌之後 然後我們都先點過一輪 然後發現就是真的有些品牌的味道 它可以擴到非常的廣 可是有些品牌是淡淡的 香香的 然後我們才去研究它出裡面 因為有些是它可能裡面用些浸泡油 可是天然的花草浸泡油 然後有些可是可能是用精油 可是有些是用香精 那當然擴最廣的就是香精嘛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還是希望 它點了可以很香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去 開始去市集上面 就是可能會 我們有先製作出幾個味道 那時候我們比較單純製作的是比較單方的味道 然後開始會去試 就是會去跟就是所有消費者溝通說 其實還有大豆蠟燭的這個選項 它是一個天然環保的蠟燭 它還可以當護手霜 對 然後那時候台灣就是有些市集的人才開始認識 大豆蠟燭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也覺得非常奇妙 那在試了差不多半年之後我們發現 其實台灣人普遍是可以接受的 對 而且台灣對環保非常有就是那個意識 可是對於蠟燭我們的印象不是就是那個敗敗 或者是停電的時候敗敗 那為什麼它什麼時候變成生活美學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變成一個精油的一個成分這樣子 其實國外就是像美國法國歐洲那邊的國家 其實他們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就都有開始在用香粉蠟燭了 對 只是在台灣的印象之中 其實我們最常像拜拜的那種蠟燭 我們是用石蠟製成的 就是一般工業品 對 它是由石油裡面提煉出來的 對 那那個其實相對成本很低 但它的優點是它燃燒的速度的話會比較快 對 然後它的優點還來自於就是 它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香精 它就會有味道了這樣子 對 所以對於商人來說它成本比較低 而且絕大多數大家認識的蠟燭就是都是長男樣這樣子 對 可是你們自己做品牌 那後來為什麼會出這個手工書教大家做 你們不是變成你們已經做好 然後到市面上了嗎 其實我們是做好了 然後但是我們在出書之前 我們其實一直有開一些手作的課程 因為我們想要讓做的中間 因為我們如果一直跟你說我們的成分很天然 然後它裡面加的東西很單純 其實你可能會有點半信半疑 所以我們就竟然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們裡面單純 就是原料是單純的 那我們乾脆去開課給你去手作試試看 讓你看到我們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一開始是先用推廣的課程去讓大家體驗嘛 然後剛好東半有邀請我們一起 那我們就想說那既然這個機會 我們把我們之前研究所有的資訊 收集在一本書裡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就是有時間來我們這邊上課的話 至少你可以透過這本書讓我們讓大家知道 大多蠟燭跟一般的蠟燭它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好那這本書打開呢 你們就先講所謂的這個天然蠟跟這個化學蠟的一個差別 那天然蠟是大豆蠟的其中一個 大豆蠟蠟跟中藍蠟 那這三個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你們會選大豆來做一個主要的一個商品 其實大豆蠟很特別是它其實是低藍點蠟燭 它一直維持在40度到50度之間 所以燙不傷 對它其實不會到很燙 然後其實像蜂蠟我們的認識是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蜂蠟是什麼 其實是每一隻蜜蜂裡面都會有蜂蠟 那蜂蠟的話其實是現在做口紅的最大的基底 對所以其實這三種天然蠟燭加起來的話 其實都是由植物裡面萃取出來的 那大豆蠟的話就是由我們大家都很知道的 黃豆裡面萃取出來 但它的優點是來自於就是它低藍點 所以我們如果加了精油之後其實還有一點點芳療的作用 低藍點會有芳療的效果 那意思是藍點如果太高的話會把精油燒掉就對 對其實精油它其實最怕的是熱 因為它熱的話它精油就會揮發掉 香味會揮發掉之餘就是其實它的功能也會不見 所以我們才會搭配我們的大豆蠟燭 所以這三種都是你們試過它是藍點最低的是不是 對它其實它有個基準就是大豆蠟的話 其實每個品牌它的藍點會比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對然後像我們家的話就是我們選用的那個品牌的話 它維持差不多40度到55度之間 喔所以你講的品牌是大豆蠟的品牌 對原物料的品牌就對了 所以原物料大豆蠟還是有專門的這個商家在做 有有有幾乎其實都是美家那邊的地區的廠商在做 對是他們比較重環保還是什麼還是品質比較好 應該是說美國跟歐洲那一塊就是其實他們做蠟燭已經做很久了 所以他們才會研究出像大豆蠟裡面的油脂是可以燃燒的 嗯但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家的大豆蠟裡面 我們還會添加乳油木果跟那個椰子油的目的性是因為 其實大豆蠟它的原料就是油 對所以它可以就是保持它燃燒的速度比較沒有那麼快 然後它又潤浮的效果 好那如果我們傳統的方式就是所謂的這個 用一個這個小小的蠟燭塊然後滴精油去燒對不對 那跟你們把蠟燭跟精油二合一混合在一起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因為傳統的模式就是要買小蠟燭塊然後上面弄個玻璃盆嘛 然後滴精油啊滴點水啊然後就讓它自己蒸發這樣子 對其實也是差不多的只是說如果你用一個小蠟燭然後在上面燒 它其實是單純只是燒那個精油會發掉 對燒那個熱度 但其實精油蠟燭的優點是它可以加上大豆蠟它有潤膚的效果在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在點燃的時候它不僅可以揮發出香味 你可以再把它的蠟油倒在手上然後可以當護手霜可以當乳液 所以這樣子就變成它是多用途 要不然一般蠟燭溶掉之後好像也沒 對 就是只有丟氣而已啊 對 其實它是會慢慢揮發掉的 只是大豆蠟燭揮發的速度非常的慢 它差不多一克 差不多一克可以燒差不多兩到三分鐘 就是其實蠻久的這樣子 所以你們這本書是針對一般的初學者完全沒有基礎 都能夠照這本書這樣子的步驟來做嗎 但是有些材料怎麼辦 你們那邊有嗎 呃材料的部分呢其實我們有建議在上面都有建議到就是可以到哪裡去購買 對只是我們有建議就是我們比較建議的廠商的品牌 對 因為有一些大豆蠟的品質其實沒有那麼的穩定 那相對來說製作出來的蠟燭會比較容易破洞 或是比較容易就是可能你凝固上面會比較沒有那麼光滑 嗯嗯 哦所以你們建議好的這個比較好的大豆蠟品牌就對了 對對對 嗯 那個阿潘你現場有帶一些東西 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你們主要就是用香氛蠟燭再加所謂的一些乾燥花來做造型對不對 對 嗯 讓它更有這個質感 對 更有美感 是因為你們兩個設計背景 所以你們更注重這個視覺效果 對 因為我們希望聞到的味道跟你看到的視覺是呼應的 可是這個做到最後我發現很多人帶回家捨不得點吧 因為變成裝飾品了 嗯對 因為其實我們碰到很多客人都說 我真的捨不得點你們家的蠟燭這樣子 因為他會覺得就是可能收到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可能他會覺得擺在那邊當裝飾品 但通常我們會跟客人說我們希望你們就是可能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放著他會散發出淡淡的香味 然後時間久了如果表層味道比較淡之後再燒的話 味道才會再更闊開來這樣子 不用急著就把它燒掉 可以等它先稍微散發 它一開始其實會比較像香氛塊的功能 就是可能放在那邊會有淡淡的香味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有黃色它是用什麼顏色去色粉還是什麼 這個的話其實是我們書本裡面有教到的就是 蜂巢蠟的部分 蜂蠟片 然後它的原料是來自於蜂蠟 所以其實蜂蠟你們現在看到黃色的部分呢 它就是沒有經過精緻過的 然後它就是它會做像蜂農它會把它做成一大片這樣子 或是一塊一塊的然後你可以拿這個原料拿去製作香膏啊 或是口紅的部分 所以那個黃色是蜂蠟的原色 對 這是蜜蜂就產出來它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它蜂巢裡面原本蜂蜜的那個孔洞 它最後他們蜂農會把它全部融化之後 它會再把它壓成這個造型 然後會變成一片一片的 就是那個草回收 對 草裡面 如果它分草離開之後 那個草就會再利用就對 對 它把裡面的蜂蜜都用出來之後 它就會把蜂草全部拿來融化 融結完之後它就會再製成像這樣子的原料 然後賣給保養品商啊 喔 我聽過蜂蠟糕欸 所以就是一樣用蜂蠟做的嗎 它燒的時候 它燒的時候其實會有一點點淡淡的蜂蜜香 非常淡的蜂蜜香 所以這個話其實我們就沒有另外加精油 因為其實它的 本身就有味道 對 造型效果非常的好 之餘呢 它就是有一種非常手作的感覺 那如果是加精油的話 是本身我們還要對精油的這個成分跟功效 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夠去調 適合自己想要的一個精油蜡燭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們 像我們家自己賣的產品就是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有在成品跟品口上面放賣 然後像這些產品的話 我們都是我們家既有的味道 但像這本書裡面我們介紹比較多的是 你可以依照不同的食節 然後去調配出不同的精油的味道 像聖誕節的話其實我們家就是有 裡面有幾個就是教人家說 其實聖誕節最喜歡聞到的其實就是肉桂的味道 對 然後肉桂的味道其實很適合在你聖誕節吃飯的時候 然後點在那個餐桌上面 然後配著一杯熱紅酒 然後其實我們裡面書裡面教到非常多 就是你可以因應不同的食節搭配不同的味道 好 那除了精油之外 那個上面的乾燥花是不是也有學問 因為裡面還有教一些乾燥花的技術 然後再把它放到那個香辣上面的一個 當作裝飾品這樣子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家絕大多數的乾燥花 我們都是有挑過的 對 因為台灣地區本來就是比較潮濕 然後如果台灣自己就是 如果沒有經過處理過的乾燥花 其實比較容易發霉 對 所以像我們家的乾燥花花 像裡面我們也都有介紹說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經過一些 就是沒有噴色跟沒有染色的乾燥花 但它有經過在國外處理過的 是任何花都可以做成乾燥花嗎 只要我看了喜歡我把它拔下來然後烘乾 我是放在廚師機上 廚個幾天就變乾燥花是不是 其實有一些花如果路邊在的 其實是可以的 但它其實時間久了 它還是一樣會脆化 對 所以有一些要看它的質地 因為像這種就是如果是比較松薄葉的 這種就比較不會這樣子 可是有一些可能它像菊花小廚菊花的話 它可能時間到一兩個月之後 它就會開始整個粉碎掉 對 所以還是需要挑一下 就是挑花種就對 有些可以保存很久 有些很快就脆掉 即使用乾燥的技術 對 其實很容易就脆化掉 那乾燥有沒有技術啊 就是單純把它烘乾就好了嗎 有沒有一些難度啊 因為其實現在市面上 教大家的方法都是掉掛法 就是很像就是可能你以前收到 一束玫瑰花 你可能想要保存就把它倒掉 像那個掉臘肉一樣 對 倒掉 掉著風乾就對了 對 掉著風乾 可是要記得是千萬不能曬到太陽 因為如果它曬到太陽的話 它會變黃 對 然後就是乾燥花原色的顏色就會補見 當然就是我們絕大多數是教人家倒掉著 然後讓它自然風乾 還有一種方法是 就是你可能也是倒掉著 可是你可以在一個空間裡面開除濕機 讓它把水分吸走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那我們講這麼多這個香氛蠟燭 到底對我們人的健康有沒有實際上的一個幫助 實際上的幫助 我覺得應該是說就是其實你要慎選精油 對 如果你真的要就是製作大多蠟燭的話 我們會建議精油類的 就是你可以慎選精油的品牌 對 因為市面上還是有一些精油的品牌是 它可能表白的是精油 當然裡面可能會加一些少許的香精這樣子 對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如果說真的會覺得對人體有傷害 那還是希望挑選的是精油 認證的精油 嗯 嗯 可是這樣子自己製作 跟直接到你們那邊門市去購買 那個成本會差很多嗎 因為我聽起來還是覺得好麻煩 而且還是要有一些基本工具對不對 對 裡面都有教一些我們平常製作的基本工具 然後跟一些簡易的製作工具這樣子 對 我們還有教一些就是 你在家裡隨手就可以得到的一些工具 也可以拿來製作這樣 喔 不一定要買專業工具 對 不一定 因為你很怕做了一個你就不做了 對 然後你買了這麼多 可能就會有點可惜 欸 那像你們自己有開DIY教室是在哪邊 通常 因為像我們之前就會跟Pinkoi的品品學堂合作 喔 我懂 對不對 我們會一起合作就是跟Pinkoi 因為其實Pinkoi他們的就是客群非常的穩定 那那時候我們都會因應不同的時間 然後可能也會跟不同的品牌合作 就是做一堂的單獨體驗就對了 對 然後成品就帶回去 對不對 成品又帶回去 我們的調香課程是從 就是將你認識大豆腊 到你可以自己調你自己的香調 然後製作成蠟燭 最後是插花包裝都是全部自己來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個基本款是做熟練之後 它有沒有一些比較更高的技術 或更複雜的一個什麼方法這樣子 能夠做出更漂亮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最初階款的話 就是像這種容器類的 容器類的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就倒進去 就倒進去等它乾然後插花 可是像我們這種比較複雜的事 它必須還要搭配就是脫模 就是模具的部分 然後脫模你還要去精算就是它乾了沒 你脫模才不會就是這個東西才不會脆掉 所以它等於表面上本來是有個東西的 對它是有個模具 塑膠的還是什麼 就是那個就是防鐵的部分 有鐵的也有PT的 然後就是要比較高階的難度 就是要脫出來很漂亮 裡面沒有氣泡沒有變形沒有空洞就對了 然後像這個都要其實它已經它灌了兩次 它這個裡面中心點我們有先放一個這麼小的在裡面 然後它等到這個小的做完了之後 我們把它脫模完 再把這顆小蠟燭再放到我們大的那個模具裡面 然後我們主要目的是要讓你這外圍 你有空間可以插花 但花又不會往中間倒 因為我們中間有先做了一個固體的好的放在中間了 做兩層 對像這個的話它就是比較複雜的 它就是要先做好一顆小顆的在裡面 然後再把第二次再把外圍的蠟融到 直接做的話就會通通往中間倒就對了 對的話就可能會沒有辦法在外圍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有一點點的花在外圈這樣 喔 喔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拖到兩次 嗯 那更高端你們還做到什麼樣的一個高難度的東西啊 有沒有挑戰一些動物造型 其實目前市面上蠻多就是都是教人家 有一些是蠟燭擠花的部分 擠花後是做手掌對不對 對然後它也有就是用大豆軟蠟 然後把它擠成像一朵花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蠻難的蠟燭這樣子 可是那個比較是有一些是經過上課的實質 因為它有點像是蛋糕師傅 然後再擠花把它擠成漂亮的樣子這樣子 喔擠花就是像奶油這樣放在那個袋子裡這樣擠出來 對 那個其實是算所有蠟燭裡面算還蠻難的部分 因為它比較難以控制 對 然後這個精油蠟燭或香氛蠟燭的話 它是不是也可以推廣變成一個禮品這樣子 變成一個非常送禮很好的一個東西 因為你自己用可能會捨不得用 如果人家送禮可能會比較捨得點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家比較就是 銷售比較好的月份就是像聖誕節的部分 因為大家交換禮物 然後其實隨手可得就是 就是這一個 然後我們家就是通常會搭配一些小小的包裝這樣子 那情人節呢 情人節送蠟燭會不會有 還蠻多是那個可能新娘要結婚的時候 他會送伴娘一人一顆這樣 然後他就會 因為我們可以做訂做的 就是你可以從你想要的容器到你想要的香調 到你想要的花你都可以挑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跟新娘討論說 那你平常喜歡的香味是什麼 然後他如果真的都沒有想法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一些味道 然後我們會從那個精油本身的花語 來跟他講介紹 然後像我們對常推薦客人可能就是橙花的精油 然後搭配上白色的花朵這樣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橙花的精油的花語 就是代價新娘新這樣 然後我說所以你這樣子就可以送給你的伴娘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說 這是由我挑選的味道 然後甚至到花材都是我去幫你們挑配的 所以這就不是只是一個禮物 而是我想要跟你們說的話這樣 喔對 而且他是客製化的對不對 你喜歡什麼花喜歡什麼味道 或是你想要什麼功效 都可以透過跟你們討論 然後做出符合客人的需求 因為其實我們在Pinco上面還有一個服務是 你可以跟我們形容你的朋友的長相 穿著喜好 然後我們可以幫你調配出 我們覺得是他喜歡的精油味道 然後做成一顆蠟燭 喔就是這樣你們還要學點心理學是不是 喔因為我們其實很最一開始 我們是透過擺攤的方式 然後去跟大家做銷售 然後我們那時候會想要用擺攤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想要透過聊天的時候 我們去跟客人去瞭解他到底喜歡什麼 所以我們差不多擺了幾年之後 我們就發現喔這樣子的人 跟這樣子對談的人 他可能會喜歡的香調是什麼 然後這時候我們通常去推薦他這些味道 他一聞他都會是喜歡的 所以我們就是以這些經驗之後 只要網路上大家可以問我們 我們就會說那你可以傳一下你的照片 就是你朋友的照片來嘛 然後我們就會推薦他味道 然後之後再送過去給他 然後通常百分之七八十都會說 喔我朋友真的很喜歡這些味道 喔我懂 因為你們擺攤累積大量的 看面向的這個經驗就對了 一個打算 所以你們自己大概統計出 什麼樣的人喜歡什麼樣的味道 因為其實像我們擺攤擺那麼久 我們通常都會就是 看走過來的客人長怎樣 就例如說 因為像我們家有三種花香調 然後其實像我們家誘惑玫瑰的話 其實我都會通常會推薦比較 有女人味一點的女生 就可能他是長頭髮然後大波浪 然後妝比較濃的女生 絕大多數他喜歡的味道都是 玫瑰香調 對但如果是走過來比較像文青類型 然後可能學生類型或是 比較沉穩的人 有氣質的人他會比較喜歡我們家沉穩木質雕 他會比較喜歡像木頭那種很沉穩的味道 其實像每一個國家他喜歡的味道都不一樣 因為像我們家沉穩的木質雕最受日本人的歡迎 因為他就是有一種很沉浸的味道 味道比較內斂一點 對 比較優雅的男士就喜歡這種內斂的味道 對可是像香港人 他非常喜歡我們家的清新香蜂草 柑橘調 他的味道比較陽光的感覺 香港人就會非常的喜歡這樣子 對香港現在很需要陽光 對沒錯 還真的這個看這麼多年 還真的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不管是人種或是走路知識 或是長相這樣子 其實季節有關係 對因為其實像我們夏天的話 我們的玫瑰香蜂就賣不好 因為其實夏天的話 大家都很需要一點點就是清爽的感覺 對所以那時候我們家的清新香蜂草 就會買得非常好 或者是這一款分多金的味道 就會買得還不錯 分多金 就這個蠟燭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會去使用它 睡覺前吃飯 或是浪漫的這個燭光晚餐 到底是什麼場合 還是說什麼我們需要寧靜的時候 都可以點個香氛蠟燭 讓自己靜個心 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在睡前 大約兩個小時前 我就會點蠟燭 然後可能你就洗澡出來 就是房間就會有這個味道 其實會比較好睡 然後其實我們也會蠻建議 有一些客人就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失眠的困擾 但因為我們家的薰衣草 挑的是就是 是可以助眠的薰衣草 因為薰衣草有兩種 一種是可以醒腦的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其實它是讓你安神的 然後我們家選的是安神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會建議 你在睡前的一個小時點 然後你讓房間裡面 有淡淡淡淡的味道 其實你會比較好睡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問過 非常多的調香氏 他說其實如果薰衣草 你用再更濃一點的味道 有時候會反效果 變成醒腦 它會變成就是味道太重 你更會睡得不好 對 好 最後兩位 我講一下你們的品牌的 這個發展三年到現在 自己的下一步是什麼規劃 其實品牌的每一步 我們覺得我們每一年都在進步 但是第一年的話 我們情跑四季 希望就可以讓大家 就是認識我們的品牌 然後第二步 那時候我們還會開玩笑說 那時候我們第一年開玩笑說 希望在第二年的時候 如果我們進成品 我們就把這品牌收掉 就只是開玩笑這樣講 但第二年我們真的進了 我們真的進了成品 對 然後第三年 我覺得也是我們人生的 就是一個里程碑 就是我們出了一本書 對 但我們希望就是接下來的品牌 是我們可以再發展 更多的品牌線 就是不止蠟燭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讓大家 更認識更多的 不同的精油的產品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 就是香香類的東西 但它可能比較不清楚說 精油跟香精的分別是什麼 差別在哪 對 因為畢竟就是身體是自己的 然後還有對於環境 其實也蠻重要的 對啊 而且燃燒到那種人工蠟燭 你可能還以為那個是什麼香味 其實那個是化學的香味 對 其實我會覺得 對人體不好的 所以我們的下一段目標是 我希望可以擴我們的產品線 然後就是讓大家聞到更多屬於真的花朵 跟真的樹木的味道 因為像我們今年就有新推出了產品 是擴箱嘛 然後我們的擴箱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堅持用純金油去製作 都我們連裡面的配方啊 擴箱的東西的那些液體 我們都是用我們平常隨手可得的一些物品來做的 我們就沒有去用一些比較化學的原料去製作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慢慢的開發 即使它是各種不同的產品線 但是我們都可以保留我們原本的初衷 就是它是聞起來是讓你身體是沒有負擔的 這是我們最根本的一個 好最後講一下你的粉專好吧 我們就是接下來粉專的話就是 呃今年的聖誕節的話 我們接下來會去參加Pinkoi的品品四集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來Pinkoi跟我們相見 然後再還有一些成品的聖誕四集 我們也都會去 喔所以你們粉專會PO你們這個四集的時間就對 對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我們也希望教大家就是可以製作一款肉桂蠟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關注我們的粉專 然後我們會開一堂這樣的課程 然後現場也會擺放這本書 喔透過四集跟你們這個了解之後 會對這個香氛蠟燭更有了解對不對 如果說只要透過網路這個銷售的話 有時候買了之後你不一定能夠理解那麼多 對所以四集跟你們這個見面是更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通常都是我們兩個親自顧 對因為我們這樣比較可以跟消費者互動 然後也會知道消費者的回饋這樣子 而且如果要客製化的話 有時候也是要見面對不對 講清楚到底要什麼樣的蠟燭 如果像婚禮蠟燭就更慎重了 對婚禮蠟燭其實還蠻多人蠻慎重的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為大家介紹這本書 然後東帆出版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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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